陈云之路 作者 叶永烈 第33章 五颗重磅炸弹 1978年11月12日 陈云在东北祖做了第一次发言 陈云说 华主席说 对于那些在街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 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 妥善解决 我认为这是很对的 但是 对有些遗留的问题 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 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 对此 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 陈云首先指出 文化大革命中震动全国的61人叛徒集团一案应于平反 陈云此言 一下子引起全会关注 陈云说 博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 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 不是叛徒 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 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 1937年11月 以前做出的 与楚里博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 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 后来根据当时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 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 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予恢复党籍的决定 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 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 我认为 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 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予复查 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 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惊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 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这些同志大体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 现在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陈云提出要把61人叛徒集团翻过来 是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七年 深知这一案件内情 1937年7月7日 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前夕 中共中央组织部曾做出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 其中第三条规定 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做满行期 送到凡省院的同志 照例要办自首手续 获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 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 得恢复其组织 如具有上述情形 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 亦得恢复其组织 另外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 1941年7月22日 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过去旅行出狱手续者 填写毁过书声明脱党反共 暂行处理办法 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 陈云负责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工作 曾有人提出 这61人之中能不能当选代表 陈云对此做了深入了解 知道这是在抗战前夕 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写信 提出这61人可以做个假手续 把他们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 刘少奇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 市经园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 从天津带到延安 交给了张文天 再由张文天交给毛泽东的 此后刘少奇来到延安时 又当面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中共中央经过研究 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 正因为这样 陈云在当时就指出 这61人可以入选中共七大代表 由于陈云对61人案件 有着亲自的调查 所以他非常坚决地提出 为他们所谓的叛徒问题进行平反 谢谢大家